最近流行的一个热门词,护表,说的是不管心里多恨对方,在开队的时候都得脸上带着笑,用温柔的态度说着恨人的话,句句扎在心口上,还越疼笑得越灿烂。 说起护表的鼻祖,就不能不提到宫斗风神剧《甄嬛传》。 最近由宋佳、袁咏仪等领衔主演的职场热播剧《盛庄》,虽然背景是现代,而且争斗地点从宫里转到了职场,但也是着重突出女性群像,满满的甄嬛专影子。 TV君就在这儿给大家盘点一下,副主编陈开仪vs皇后,杂志是陈开仪的全部理想寄托之处,身为副主编的她,跟随盛庄成长、壮大,还与原主编乔治关系匪浅,原本是继身主播之位的有力人选。 好像《甄嬛传》中的皇后,陪伴皇帝身边多年,在公宗势力深厚,但竞争对手接踵而来,总是无法岁月静好。 原主编乔治死后,由总部指派从香港空架主编之位的肖同雪来世兄兄,重视资本力量的她与坚持内容为主的承开仪,立场截然不同,导致盛庄内部也开始分解战队。 《甄嬛传》中的华妃,也是仗着哥哥年根摇的势力,张扬跋扈,与皇后明争暗斗,来看看这两个皮笑肉不笑的开场部队移民场面。 《甄嬛传》一开场,皇后和华妃聊起宫里的财务问题,华妃明里暗里地说自己多么老苦功高,不把皇后放在眼里。 丫鬟宋芝还故意打翻皇后精心准备的点心,皇后说要送个新丫鬟福祉给华妃,又开始催捧华妃宫里的宫女如何厉害,可以调教别人。 虽然满脸嘴笑,也能看出是咬牙坚持。 回到盛庄开场,陈开仪和肖洪雪在杂志社初次见面,肖洪雪为收买人心,请员工吃下午茶。 谁料被送家来了一句,现在毕竟是上班时间,火药味满满,然而两人也并没有立刻开丝,反而马上吹捧起对方的办公室和身材。 看来女人,尤其是高手女人过招,都得学会笑里尝刀,重点是笑,心里再生气,脸上也得过得去,嘴上再狠,态度也得流余地,留着一口气后会有期。 姐妹们,如果是你们遇到这种情况,能忍极妙呢? 最后TV君想说,职场剧也好,宫斗剧也罢,从古至今都是没有最卷,只有更卷,要吃更多精彩大瓜,就赶紧来ITOPBBTV吧。